下面来认识一个团队 武汉市协和医院西院插管小组 这个小组有16名医生 负责整个病区的所有病人的插管工作 他们在工作当中要正面贴近病人的口鼻 感染风险最高 他们凭借专业沉着镇定跟死神教养 日前总台央视前方记者 跟随插管小组进入到了病区 记录下了他们的工作 要进行插管治疗的重症病人 52岁 有多种基础疾病和并发症 插管之前注射麻药至关重要 剂量大了会影响病人的其他脏器 剂量小了 病人一旦出现呛壳 大量的飞沫就会直接危及医生的安全 负责插管的医生正在给病人提供氧气 示意麻醉医生可以开始推药 麻药起效了 插管医生要用最短的时间把喉筋插入 寻找导管进入的空间和位置 而也就是这个动作 让病人的气道直接开放 此时大量的病毒正在向外扩散 把他进入 好 等一下会有一点土力 从打开病人口腔的那一刻开始 病毒就开始扩散 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插管医生要尽可能快地完成全套流程 插管 好嘞 插管 插管成功 插管成功 注意力 控制 好注意力 控制 对于重症肺炎病人来说 缺氧耐受力差 一般插管三到五分钟内完成 但是在这里要尽量控制在两分钟之内 我们现在看一下身后的起伏 插管完成 医生在做最后的检测 突然又有了新的情况 规计机在工作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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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血压超有点低 血压有点低 规计机工作没有 在工作 现在现在血压压有21 应该打带的 血压压21 我现在打带 我现在打带一点 那我们再打带一点 那我们再打带一点 打带 病人的各项体征指标逐渐恢复 负责麻醉注射的医生 还在关注着最后一个异常数据 你不动手 我看看他的妹不养到底多少 我动手 看血压四 哦 好了 刚才可能是动的原因 这就很好了 哪个指标就证明很好了 我们看看这个妹不养 妹不养一百 精力七十三 精力很规定 非常好 与主治医师完成交接之后 插管小组又要赶赴下一个病房 我的妹不养一日 完美人的期待 点赞